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是心疼不已 下定决心退出娱乐圈 决定带着刘嘉玲到国外居住 以此来远离这些是是非非 但刘嘉玲骨子里带着不羁 她不想逃走 更不想让老公为了自己放弃一切 所以刘嘉玲选择直面这一切 而她勇气也感染了很多香港知名的明星 其中梅艳芳 张国荣等当时香港娱乐圈的大佬 纷纷出面支持刘嘉玲 上街游行只为反抗无良媒体 最终这些事情持续发酵 影响越来越大 刊登照片的杂志连忙下架 而负责写稿和编辑的负责人也被抓了进去 这一举动可谓是大垮人心 无良媒体一直以来对明星造谣诽谤令他们的名誉受损 可长期以来也无人监管 这次游行活动不仅是为了刘嘉玲 更是为了香港的明星发声 可为何刘嘉玲会被绑架 究竟是谁将其绑架 要想明白这一切 就不得不提起刘嘉玲前妻传奇的人生经历了 从小在苏州长大的刘嘉玲 只会一口软弱的苏州话 孕语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难道要就此放弃 刘嘉玲的答案当然是不 放弃儿子根本不存在于刘嘉玲的字典 不会粤语 那就学会他 自此 刘嘉玲每天跟着电视学习粤语 大声地朗读粤语报纸 大声地唱粤语歌 功夫不有心人 在这样高强度的训练下 刘嘉玲的粤语飞速提升 但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 刘嘉玲的嗓子也出现了发言的状况 纵然如此 刘嘉玲也从未放弃训练 第二年 刘嘉玲依旧去报考了 香港无限议员训练班 虽然刘嘉玲的粤语不算非常熟练 但是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老师也被刘嘉玲的努力所感动 这一年 刘嘉玲终于实现了最初的梦想 拥有了这样的机会 刘嘉玲没有懈怠自己 反而加倍地努力 培训班的老师也被刘嘉玲刻苦的精神所感动 经常指导刘嘉玲 本以为毕业之后会大放异彩的刘嘉玲 又迎来了重击 自己人生中第一个角色竟然连一句台词也没有 第二个角色是《诗要英雄传》里的侍女 全剧仅仅有一句台词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让刘嘉玲有些不适应 但她很快说服了自己 万丈高楼平地起 自己只要肯努力 少有一天也会红透香港的 的确后来的刘嘉玲可谓是风光无限 但此时的她依旧是个跑龙套的角色 连续拍了多年的戏 可始终不闻不火 这样刘嘉玲的心里不免很着急 她想知道自己究竟哪点做得不好 为何别人都可以出人头地 而自己却依旧是个无名之辈 也许是上天听到了刘嘉玲的心声 心疼这个女孩的经历 刘嘉玲在流氓大亨里 饰演林月明而一炮走红 这一切她终于被大众注意到了 她的心路开始璀璨起来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刘嘉玲的伯乐就是导演曲丁平 当时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刘嘉玲和曲丁平导演 合作了一部《说谎的女人》 这部电影不仅题材先进 而且这次刘嘉玲的工作态度 发生了很大变化 她没有像以往一样 在一个时间段内 饰演多个角色 而是细细地研读剧本 将这次的角色吃透 果然影片一经上映就大受欢迎 这一次刘嘉玲的演技 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她终于摆脱了花瓶这个称号 190年 刘嘉玲凭借了这部影片 获得了香港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虽然最后奖项并不属于她 但也算是风光了一回 此后她戏约不断 当时有一家 有黑道背景的公司 想要请刘嘉玲拍戏 可是当时的刘嘉玲 已经连续拍了很多天戏 身体实在是吃不消 所以她拒绝了这家公司的喜约 殊不知就是这样一次 简单的拒绝 让她的人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0年 刘嘉玲的演技 得了大众的认可 也就是在190年 成为了刘嘉玲 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那是四月的一个深演 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 还有曾志伟打电话 邀刘嘉玲去打麻将 作为资深的麻将迷的刘嘉玲 又怎么能拒绝好友的邀请呢 于是她欣然地出门 可谁能想到此番出门 等待她的不是与好友的 嬉戏玩闹 而是黑帮的绑架 在她赴约的路上 被几个黑帮的人跟踪 几个大汉将刘嘉玲的车撬开 将她公然劫持 小区的保安发现端倪 立即向曾志伟通信 刘嘉玲好像被绑架了 你们快去看看 曾志伟一行人火速报警 因为信息的有限 警察的调查都有限制 一时间调查陷入了平静期 警察也是一筹莫展 而此时 刘嘉玲正在度过她人生中 最屈辱的三个小时 三个绑匪将其拖到了废弃大楼里 对刘嘉玲进行了猥亵 将其衣服扒光 并拍下刘嘉玲赤裸的照片 三个小时之后 刘嘉玲脸色苍白地走出大楼 之后强忍崩溃的情绪 赶往警察局协入调查 刘嘉玲当时对警察说 绑架她的是三个人 目的是劫财 她闭口不谈 绑匪侮辱她的事情 这在如今看来可能是一种逃避 可在当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年纪25岁刘嘉玲受到了这样的侮辱 假如她将这一切说了出来 那么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 大抵是会唾弃刘嘉玲的 那么她刚刚起色的视野怎么办 就要这样放弃吗 而且当时她正在和梁朝伟热恋 自己心爱男人能否接受这样的自己 刘嘉玲不想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 和自己苦心打拼的视野 所以她选择了隐忍这一切 选择自己扛下这一切 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可殊不知12年以后 曾经那些不堪的回忆会卷脱重来 二次伤害让刘嘉玲崩溃大哭 她想不通为何命运偏偏要如此对待自己 这场舆论来的声势浩大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刘嘉玲不会出现 毕竟让一个女生再次面对这残忍的一幕 无疑是非常痛苦的 可她还是站了出来 并且当着香港群众的面说 我今天来到这里 想对爱护我的人 支持我的人 和一些想伤害我的人说的是 我比我想象中坚强 这番话说完 周遭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刘嘉玲经历了如此灰暗的人生阶段 还能勇敢地说出这些话 真的令无数香港人动容 而始终陪伴在刘嘉玲身边的 就是她的爱人梁朝伟 虽然当初梁朝伟和刘嘉玲的婚姻 并不被人看好 但时间却证明了一切 他们之间的缘分 要从刘嘉玲刚入行说起 他们之间合作第一部影视剧 就是《鹿顶记》 刘嘉玲饰演方怡是梁朝伟 饰演的伟小宝的老婆 他们并没有因戏生情 反而梁朝伟对刘嘉玲的印象非常差 因为他觉得 刘嘉玲除了漂亮一无是处 而在《新扎实兄》里 梁朝伟一旦和刘嘉玲对戏 就很难找到最佳状态 在一次对戏期间 刘嘉玲忘记了台词 梁朝伟当着剧组所有人的面 严厉地指责刘嘉玲 刘嘉玲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他没有反驳 而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之中 他拼命地拍戏 想要提升自己的演技 之后刘嘉玲接到了一部名为 《我要逃亡的影视邀约》 这并非是什么正规的影片 而是一群香港的非法团体 也想要在娱乐圈狠捞一笔 他们的手段很残忍 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 他们就会采取一些暴力的手段 当时香港娱乐圈的部场大佬 都受到了威胁 刘嘉玲因拒绝了这部 《我要逃亡的邀约》 遭到了投资人的涨果 而且他们在各大报纸上 疯狂地抹黑刘嘉玲 但刘嘉玲依旧坚持 自己的初心拒绝拍摄 这一切梁朝伟都看在眼里 而且他也是从心底里 敬佩刘嘉玲的勇气 曾经的那些不满的情绪 也逐渐消失 两人因为在舞台剧 花心大丈夫生情 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 可外界并不看好这一对逼人 外界的流言蜚语 让刘嘉玲在这段感情里 处于烈事 梁朝伟为了照顾刘嘉玲的感受 大大方方地公开了恋情 给足了刘嘉玲安全感 在经历了那场绑架风波 以及裸照风波之后 两人的感情依旧那么甜蜜 最好的感情莫过于 彼此都因为对方 朝着更好的方向努力着 在经历了20年的爱情长跑之后 刘嘉玲和梁朝伟 终于步入了婚姻殿堂 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在这一刻都显得不那么重要 在这一刻都显得不那么重要 这一刻都显得不那么重要